这绝对是人生必看的一部爱情片 上映19年 将近40万网友为其打出8.4的高分 仅是背景音乐响起 就足以让人泪流满面 被无数人奉为纯爱片的完美范本 不知收割了多少人的眼泪 有人说 这才是爱情片该有的样子 它就是电影 假如爱有天意 1968年的《乡间小道》上 一辆牛车缓缓驶过 女孩青春靓丽 美不胜收 男孩阳光帅气 淳朴真挚 这是朱熹和俊和的首次相见 两个人相互微笑 挥手致意 而正因这次的见面 两人的命运就此交汇在了一起 身为附加千金的朱熹 对乡下的一切感到好奇 邀请面前的 俊和去和对面的鬼屋探险 理由是自己每次来乡下 爷爷都会严令禁止自己去和对岸 俊和受宠落惊 傻傻地点头答应 第二天中午 俊和穿着白衬衫 在河边等着朱熹 朱熹如愈而至 两人划着木船来到对岸 他们小心翼翼在鬼屋内 躲步 一举一动 一颦一笑 都带着青春独有的气息 紧张的气氛之下 两人的距离被缓缓拉近 在欢声笑语过后 夏日的暴雨骤然而至 大风刮走一步船 也隔断了回程的路 两人在雨中黄奔 朱熹不慎扭伤了脚 俊和二话不说 背起朱熹就走 走过慢慢田野 两人在一个刮棚下停了下来 俊和宁干外套 让朱熹擦拭脸上的雨水 雨停之后 俊和又偷来西瓜为朱熹解渴 两人狼吞虎咽 眼神的余光却不停地飘向对方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 雨后的彩虹 见证了两颗青春悸动的心 夜晚的星光下 俊和背着朱熹 缓缓地走在回去的路上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只是静静地 看着这样一对家人 两人一路走到 飘满萤火虫的木桥 漫天的萤光 吸引了两人的目光 俊和抓来一只送给朱熹 而两人的爱情 也在这点点萤火之中 生根发芽 但河岸边的爷爷 却将两人的思绪拉回现实 朱熹知道 此次一别 见面之日遥遥无期 便摘下自己的项链作为礼物 送给了俊和 忽然将朱熹带走后 爷爷转头给了俊和一巴掌 这让俊和认识到了两人的差距 一人千金起誓 自己一个穷小子 可以高攀的 第二天 朱熹就因为生病 被送回了城里 自此两人再也没有见面 思念的种子 也就此中下 回到学校后的俊和 每每想起朱熹 嘴角都会不经意间 泛起笑容 文笔出众的俊和 在学校经常会帮同学写信 于是 好友泰秀找到俊和 想要他代笔 为自己的未婚妻 写一封情书 说吧 就拿出了未婚妻的照片 照片上的女孩 却让俊和大吃一惊 好友的未婚妻 竟然是自己 心心念念的朱熹 不过俊和却没有因此拒绝 没有因为朱熹的身份而却步 以泰秀的名义 向朱熹诉说着自己的思念 而真情实义 总是能感动人心 第二天 泰秀收到了朱熹的回信 信中 朱熹邀请他来看自己的演出 就这样 泰秀拉着俊和一起来到了剧院 看着台上耀眼的朱熹 俊和忍不住站了起来 演出结束后 朱熹被家人簇拥着离去 俊和手捧鲜花 站在远处 巨大的身份 差异让他望而却步 短短的距离就好似咫尺天涯 他抱着花失落地坐在长椅上 在不经意抬头时 却看到了那个朝思暮想的身影 朱熹向着剧院的方向跑了过来 俊和立即奔向了他 彼此思念的一双人 在此刻终于相见 两人相视无言 只是不停傻笑 彼此的眼里都充满了爱意 得知对方心意的俊和 欣喜若狂 没过多久 泰秀再次拉着俊和参加舞会 没想到在这里又遇到了朱熹 两人默契地互不相认 却又在他人看不见时 偷偷地用唇语传情 每次的四目相望 都传递着千言万语 短暂的舞蹈 承载了二人说不尽的心意 舞会结束后 泰秀将朱熹送到家门口 刚准备进门的朱熹 发现路边的路灯忽明忽暗 灯光之下 正是俊和那憨厚的容颜 仅是一眼 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迸发 而这路灯也成了二人爱情的见证 然而造化弄人 虽然一开始的泰秀 只是为了应付父亲 才答应了与朱熹的婚约 而随着时间推移 泰秀也渐渐爱上了朱熹 于是泰秀鼓起勇气 来到朱熹家门口 父母之命难违 朱熹为了不伤害俊和 在一个暴雨天 向俊和提出了分手 但结果如同所有的故事一样 真正的爱情 终究不会因为这些原因无疾而终 没走几步的朱熹十分不舍 再次扯返回来 他的内心告诉自己 放不下眼前这个男孩 为了不让朱熹为难 俊和找到泰秀坦白了一切 听到消息的泰秀只是笑了起来 还告诉俊和 自己早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因为朱熹送给俊和的项链 正是自己父亲送给朱熹的礼物 泰秀选择退出这一段三角关系 成全俊和 从这之后 俊和和朱熹的书信往来更加频繁 而泰秀也主动做起了俊和的聊机 他让俊和以自己的名义给朱熹写信 这样就不会被长辈发现 但偏偏事与愿违 一封退回的信件摆到了泰秀父亲的桌子上 父亲因此发现了三人的秘密 泰秀告诉父亲 他认为两个相爱的人一定要在一起 却因此遭到了父亲的毒打 在父亲的言令下 泰秀假装答应父亲重新追回朱熹 但是善良的泰秀却并不忍心拆散两人 最终选择上吊自杀 来成全两位朋友 幸好被俊和发现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见到泰秀的所作所为 俊和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么自私下去 在泰秀的病房外 俊和强忍内心痛苦 向朱熹提出了分手 为这份爱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他留下最初 朱熹送给自己的项链后 便匆匆离去 就此消失不见 朱熹打听了很久的消息 才得知 俊和即将要参军打仗 不顾一切的朱熹 立刻冲到车站 一节一节车厢地寻找着俊和的身影 就在火车即将启动之际 终于找到了那个熟悉的面孔 他拼命拍摊窗户 而车厢内的俊和却扭过头不敢看他 火车渐渐启动 朱熹仍是按耐不住 心中情绪随着火车一路奔跑 而此时的俊和终于忍不住了 想要再看心爱之人最后一眼 朱熹追着火车 将项链递给了俊和 并且做出约定 一定要活着回来 两个人挥手告别 正如初次相见时模样 有人说最完美的爱情 是两人的双向奔赴 但为何彼此相爱的一双人 总是会因为种种原因无疾而终 时间匆匆而过 俊和西装革履地走进餐厅 而座位上的朱熹翔手已盼 他站起身张望走进来的俊和 这是多年以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此时两人一个强颜欢笑 一个双眼情泪 互相问候 互相试探 俊和告诉朱熹自己已经结婚 朱熹听到这句话 眼泪夺眶而出 这么多年 朱熹一直等着俊和回来娶她 也许是听到朱熹的声音中的颤抖 俊和转移话题 聊起了隔壁桌上的钢琴娃娃 朱熹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却发现桌子上空空如影 而娃娃已经被其他桌的小男孩给拿走了 这一刻的朱熹 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她伸出手在俊和眼前挥了挥 俊和却没有丝毫反应 朱熹这才知道 俊和此时已经失明了 听到这句话 俊和的内心也随之慌张了起来 她匆忙起身 亮亮呛呛往餐厅外走去 但是失明的 双眼却不能帮她看清方向 不受控制地跌倒在了地上 为了这次见面 俊和提前来到餐厅熟悉布局 演练了一遍又一遍 只差一点就能骗不珠熹 此时的朱熹已经铺成了泪源 俊和拿出了那条项链 想要归还给朱熹 但朱熹却再次为俊和戴上 一如当年在牧传之上 随后的日子里 朱熹草草和泰秀举办了婚礼 婚纱照中 朱熹也含泪水 相爱的两人 最终成为了彼此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多年以后 朱熹带着女儿 来到最初与俊和相见的小河边散步 俊和的战友找了过来 手中捧着俊和的骨灰 她最后的遗愿 就是希望朱熹能将她的骨灰 撒在他们最初相识的河里 战友们还带来了另一条消息 当年两人相见时 俊和并没有结婚 等到朱熹完婚之后 俊和才结婚生子 最后郁郁而终 朱熹听完气不成声 只有身后的那道彩虹 一如当时在刮棚下时 照射着璀璨的光 当我们相信情道深处在一起 却听不见风中的叹息 二十年后 在那条熟悉的小河边 朱熹的女儿将这一段 不为人知的故事 讲给了自己的未婚夫 未婚夫听完之后 久久无法释怀 气不成声 随后当未婚夫 拿出那一条故事里的项链时 女孩这才明白了一切 原来未婚夫 正是俊和的儿子 女孩戴上曾属于自己母亲的项链 和未婚夫 来到当年父母定情的小河边 未婚夫抓来一只萤火虫 送给女孩 正如当年的俊和与朱熹 黑夜中的萤火虫依旧闪烁 不过此时定情之人却已经更换 父母遗憾终生的感情 最终在后背身上圆满 有多少爱与今生无处安放 冥冥中什么已改变 月光如春风拂面